保留传统的味道 可是要有点创新 就是比如我们的辣椒甜酱 都是很传统 我们的 meatball 还有我们的亮剑都是传统 不过我们加一点点 比较modern 的 quiz 进去 然后看起来很像一个 ramen 可是家庭公道啦 我们在卖个四块三 也很公道的价钱 没有让比较年轻一代的人 可以欣赏到我们的这种 传统的风味 可是还有一点创新 大家好 我是Keeves 我是Keeves 我是豆腐利的房子 所以豆腐利已经在ABC Barca 已经差不多两个月了吧 我在卖一辆豆腐 全部都是先做先卖的 豆腐利是因为我想觉得 每个人吃到我的 辆豆腐的话都会有福气啦 所以我叫华语取名成豆腐 因为也知道亮剑里面 全部最重要的是豆腐啦 前两年我就在一个美国公司做工 然后我一直在东南亚的地区做工 然后我就发现到 然后其实 在东南亚就开始这种food trend 是有比较健康的事物 所以当时我就想说 如果我能回来做生意的时候 我会想要自己开一个 Hakariang tofu 因为我觉得它的亮剑这些 也是算是蛮健康的 因为我也想把这名 我喜欢吃的这个 Hakariang tofu 我感到很高兴 然后刚好在那时候 新传媒 18步道就有一个 program 叫做小饭学院 然后我的老婆就忘了报名 然后在那个比赛的时候 我也是 就是one of the winner 赢了那个亮豆腐的那个 category 然后我在那个时候也是很幸运啦 我可以跟一个有名的师傅 学想做traditional的亮豆腐 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还了解到 其实亮豆腐没有想象中这样简单 还有很多东西不一样的 我2000年就是在 Shartek读书 然后这几年都是在做 关于F&B的工作 然后Jeffrey也是我的一个Shartek 朋友 其实那时候 我们都有一起做过生意 因为我通常都是做西餐 lesson 所以这一次做这种traditional的 我师傅教我 可是我觉得 我还需要一个帮忙 所以Jeffrey我认识他 他手脚很快 所以我就讲说 OK我们一起看 可以闯出什么一个名堂吗 所以我的事物这样讲的话 就是make contract 全部东西都是我自己做的 比如我的肉丸是用新鲜猪肉 豆腐呢 这些都是新鲜 我要自己去pick up的 因为我供应者不送过来 我的signature bowl 其实是有包含炸跟水煮 所以我们可以吃到一些 比较krispy的东西啦 很像比如我们的krispy soy 也是我们自己炸的 还有我们的加上我们的meat bowl 加上我们的自己调制的辣椒甜酱 材料呢 是在后面的basa购买的 还有我们的辣椒甜酱 鱼干billis 还有葱油啦 这些全部都不自己做的 所以整个四个bow里面呢 你都会发现到我们的bow都是用心去做的 因为我们的汤都是早上熬的 这样我们的餐头也是大概有八个不同的菜式 你看你看到我们要炒我们的那个材料 这些 有时候我记得我在炒东西的时候 有把uncle走 他在炒东西 有个uncle走过讲 我还是一盘hockey 我就看出啊 啊?uncle我们是卖酿豆 我不是卖hockey 类似一定会啦 不过有时候customer回来讲 好吃我们就会比较开心啦 品质保证 品质保证 我们现在暂时只开到三点 因为我们什么东西就是先做先卖 我们卖完就关了 这个材料做成说你们最喜欢的一样吗 可以分享一下 我自己觉得是customer的回来啦 你可以看到一直可以看到回头客 这个是一定是一个很很大的 一个很大的信念 都是 真的我们就很喜欢做这行的啦 吃吃才生的 感觉对 就是说我们做的东西 都是用心去做 然后做的时候越做越开心 因为我们连小小的细节都想得很 感受不到 比如我们的面料煮多煮啊 我们放aftertaste啊 Ecanbillis啊 我们的全部的element在里面 就是感觉到 你可以吃到 你脆脆的东西啊 那样的酱油仔啦 味道这些都 都很用心的去做这个料理 请问你一下啊 那个ISO 那个品质保证 那个卤柜要干嘛 因为我们很需要勒 真的 因为我们是走品质保证的 Quality 有点赞 我们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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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集完